大马单日确诊连续8天破万 总确诊数超过了93万 大批外籍客工在马路上祈祷 引发众怒 宾州总警长道歉 另外前部长一汉说 很多马来人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完整的新闻请收看 7月20号的百个大事迹 晚上好我是醒龙 卫生部每天提供的 冠病患者病情阶段数据引发争议 不成医院的医疗专家 拉菲达医生直言 有关数据不止混淆社会大众 也完全没有意义 虽然数据显示 多数人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 但这不代表他们的病情不会恶化 继而变成第三第四乃至第五阶段的病人 他认为 卫生部应该公布的是活跃病例的病情阶段数据 拉菲达医生也指示卫生部 不要只是提供美丽的数据来粉饰太平 而是应该通过数据 让民众了解到疫情的真实情况 在哈治节还没有来临之前 各界已经表现出了忧虑行情 那么担心说有民众不守SOP 从而引发疫情危机 而来到今天的哈治节 有民众拍摄到 槟城大山脚彩虹花园祈祷师外头 有大批的外籍客工 聚集在马路上祈祷 而警方已经对此展开调查 警方证实说 视频确实在今天早上拍摄 槟州总警长和威中警区主任 也到祈祷师了解情况 槟州总警长 莫哈默苏海里教后说了 警方正在鉴定群聚的客工身份 他也为警方没有在第一时间 发现群聚事件向民众道歉 同时希望不要再渲染此事 此外 祈祷师的主席 法治受访的时候表示 该祈祷师今天早上 一组SOP 让不到100人入内祈祷 然而他不清楚外边所发生的事 五级丁亚区州议员魏晓龙 则是在脸书放上了视频截图 并指出 有关行为令人震惊 完全无视公众的健康和安全 另一方面 所向没有定今天在国家清真寺 和300人一同进行哈制协会里 而根据马行社的报道 已是都在符合SOP的情况之下进行 房间传出多起打空针的事件之后 卫生部长阿巴巴表示 任何人若今证实 在接种疫苗的时候被打空针 当局将会安排他们 接种新的疫苗 不过民众会对空针事件感到焦虑 无可厚非 根据今日自由大马的报道 有一名33岁男子 针对7月17号 在乌吉加利尔国家体育馆 被打空针一事 向警方报案 他指出 有关工作人员给予接种者假希望 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接种 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 而如此省略接种的做法 犹如谋杀 另一方面 公正党班底谷屈谷会员法米 则是形容打空针事件 以及兜售疫苗预约的人 是国家叛徒 他也促请政府在来临的国会会上 可以辩论打空针课题 我们来换个焦点 继炮轰教长必须辞职之后 前首相署部长 赛伊布拉辛指出 大马在应对疫情 以及振兴经济面临失败 不只是政府要面对指责 罪魁祸首 也是我国多年来拒绝人才 再向今日旧大马表示 社交媒体涌现失败政府的标签 这正反映出我们缺乏最优秀的人才 适时或作出改变 相信任人危险的道理 在野也认为 缺乏精英管理最大的输家 是马来人本身 因为这阻碍他们 从更优越的政策当中受毁 太遗憾 很多马来人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因为他们长期被这些 所谓无能者所领导 疫情之下 留业者苦不堪言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不满说 在国家复苏计划之下 旅游部长南希苏克里 以及针对旅游业的财政援助 双双失踪 林冠英直言 国民政府八项总值 5300亿令吉的经济振兴配套 并没有帮助到旅游业 而旅游业去年损失1000亿令吉 估计今年的损失将更庞大 另外大马酒店业协会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受调查的329家酒店当中 有120家已经倒闭 平均的入住率低于20% 新闻结束之前 欢迎你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了 本期百格大事迹 是由太来学院与大学荣誉呈现 更多详情请浏览 university.teles.edu.my 是 对